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儿子 爹 师父 妈妈在这儿 别怕 晓波 妈妈在 儿子 晓波 晓波 我哥怎么回事儿啊 你哥不是开车送你去学校了吗 怎么会出车祸的 你说呀 你说呀 妈 我哥没错 这孩子 妈 妈 我把电话还是关机 你又不我去找她 妈 死了 你快等你快出来了 一生 一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捡你了 骗人 你骗人 晓波 妈 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由 齐雪和胶囊冠名播出的 都市情感夜话 新鱼心愿 我是主持人新鱼 很高兴 我们又在这里 准时和您相约 让我们真情面对 用心交流 那么今晚 我们又将聆听谁的故事呢 新鱼 我觉得我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我的儿子死了 他是我的骄傲 是我全部的希望 张医生 我有事要问你 那个货车司机呢 他醒了没有 你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我建议你回家还选休息 我不需要休息 我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 我儿子他不可能飙车的 和我儿子同车的那个女孩 他醒了没有 他现在还得接收资料 等他病情稍微好一点 稳定了过后 今早会找他谈呢 你是说 他醒了是不是 我就和他说几句话 张医生 我求求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还上班去 张医生 张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妈 心情不好 我 我 我 什么呀 别再难过了 咱不止一个儿子 小汉也需要你这母亲的关心呀 小波更需要关心 你知道外面怎么说他吗 说他跑女人不要车 把自己给做死了 别听我也是胡说八道 警察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警察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别再折磨自己了 我需要以前那个 关心家人的好妻子回来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今晚有应酬 过来拿捡衣服 咱们不是说好了今天找小波谈谈的吗 不要那么着急 他说不舒服啊 只不过小孩子闹脾气 小孩子话你也当成 他不是闹脾气 我看这孩子是真心不想出国 我问他为什么他又不说 你要再不管管 这孩子的前途那可就毁了 拉这么严重啊 明天明天我去跟他谈谈 你到底管不管啊 是你的生意重要 还是二字的前途重要 少发点脾气好不好 他不是月底才开学吗 晚一天能有多大的事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我们都掉进深渊里了 再也会把事的 这一天 隔到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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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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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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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出来了 是酒驾 是酒驾 是那个火车司机酒驾 不是小波的错 他没有飙车 不是小波的错 他没有飙车 他没有飙车 老公 老公 干什么呀你 你让开 我去杀了个混蛋 老公 你冷静别 爸 爸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我丈夫吧 先起来 先起来 坐好 来 这起事故 我建议你们双方先商量商量 如果私下解决不了 再有咱们警方出面来处理 你们多沟通 大哥 大姐 这辈子 就算我担任了做买 我也会亲密补偿你们的 听说你也有孩子 我女儿还不到四个月的 要是孩子他爸醒来以后还要坐牢 我没家人 真的是活不下去 大哥 大姐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我 我赔钱可以吗 赔钱 您赔多少钱 我二楼妹子多少钱 大哥 你打死我吧 只要你愿意在亮姐书上签字 你打死我都行 打死你女儿行吗 如果我打死了你女儿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可以吗 孙美 别冲动 大姐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 我要告到你们倾家当家 家破人亡 对不起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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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醒了 他醒了 你不要把我拦着 你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张总 实在没有办法 张哥 咱们再谈谈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呢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 张哥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就求求你了 我 我就只说几句话而已 艾丽 你先出去一下 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 这是干什么 我妻子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不接受赔偿 张哥 这卡里面有八十万 八十万 这已经是我们家里面的全部了 把这钱拿回去 咱们法院上钱 张哥 我知道 这八十万 在你们有钱人的眼里不算什么 但是 这已经是我把我们家 好不容易买的新房子已经卖掉了 而且还去东拼西臭借来的钱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故意不装可怜 抱着孩子来逼我吗 现在我丈夫躺在床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我就求求你了 求你奉他一条深路吧 我 和我的女儿 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出去吧 好 张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先回去一下 这些天要是没事 就别联系我 好 怎么又吃泡面呢 妈也没做饭 不吃泡面吃什么 你妈干什么去了 她去老了 不知道 反正不在家 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去哪儿啊 盖你去哪儿 不用你管 等等 沈美啊 我想跟你说个事 今天 你得妻子找过我 他们出八十万 想和我们赔偿和解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要退步吗 我不是想退步 我只是突然清醒了 再这么折腾下去 我们这个家也晚了 我们的家已经毁了 可是那个人还活着 他的家人还要求我们谅解他 这可能吗 妈 他们家不是没钱吗 怎么有八十万呢 他们把房子卖了 凑了八十万 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无论他们做什么 无论赔多少钱 都换不回我儿子的名 够了 我不想和这家人 再有什么纠缠了 你是要千亮姐叔吗 你这样做对得起小伯吗 你老够了没有 你看看你现什么样子 你关心过我儿子吗 你还关心过我们这个家吗 对 我不关心儿子 我不关心这个家 你关心过吗 你要是早点关心 小伯就不会死 妈 你也不能这么说 那哥哥的死是个意外 这不是意外 如果当天晚上 你爸爸肯留在家里面 后一去劝你哥 你哥就不会撒谎开车送你 他就不会死 原来 你心里一直在管我 这个就是造势司机里面的一些资料 和他的照片 我们就是过了一些人来 打起烧到电话 弄起短信的回复 然后在网上写一些帖子 他不会怀疑到我身上吧 这个倒不会 我们有专门的软件程序 生成了很多个IP 在一般人看来呢 就是一些无聊的网友 和水手 来扔走他们的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一起放到网上 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家 好不容易在那儿钱买了房子 只有带到小孩儿 我觉得呢 没啥声往哪儿叫下去 网上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老婆怀孕期间 这个丈夫就出轨 在外面有情人 但他孩子出生了 他还和情人纠缠不清 说不定出车祸内外 他就是和情人喝得酒呢 我们那儿有没有证据 如果这样自己读出来 写出来的话不太好是吧 有什么不好的 那个女人不是对她不离不弃吗 我就是想知道 发生这样的事 她还是不是离不开她 你怎么到家里来了 你还好吗 你昨天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我 我真的很担心你 我没什么事 只是最近家里啊 出了点事 需要静一下 这几天就别再主动联系我了 那我等你给我打电话吧 不是让你别来找我了吗 叔叔好 我是夏阳 医生 这个女孩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她很快就没醒过来 醒过来她这次 做的是服务驾驶 对她的憧憬不是很大的 我们之前去医院看过你 当时你还昏迷 按说后来应该再去的 你身体都好天了吗 我给你倒点水吧 你想喝点什么 叔叔 我怀孕了 我和张伯在一起一年了 这孩子 是她留给我的礼物 之前 之前怎么没听我们家小郭提起过呀 我说得真的 正不怕阿姨来学校找我 所以一直都瞒着你们的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了 你有什么能证明你说的话吗 这孩子能证明 我答应过张伯 要生下孩子 而且 张伯希望我能搬过来 我跟叔叔阿姨一起住 什么呀 咱们俩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要是不愿意帮我 就别怪我的事 我不是想谈了一家人的事 我是想和你谈谈夏洋的事 他醒了 是啊 他今天上午找上门来了 他来 他来做什么 他说 他怀了小伯的孩子 不可能 他肯定是骗你的 我也是有些不太相信 但是 他万一真的怀了小伯的孩子 咱们如果不要 他把孩子打了怎么办 他就是猜中了你会这样想 像他这样不自爱的女孩 还不知道怀着谁的种呢 就想找个人出来担责任 但你确实 一直因为小伯出国的事 禁止他谈恋爱 所以 他偷偷瞒着咱俩 和别的女孩的交往 也不是没可能 小伯不是那种不自爱的孩子 警察不是说夏洋他们家无父母 母穷得很吗 他肯定是来骗钱的 他要是再联系你 你就让他直接来找我 喂 是夏洋吗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清楚了 跟我来一下 你真是我哥女朋友 真的 你和他长得真像 不过他没有你帅 他有点大小眼 如果他不在了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干吗难过 我哥就是个混蛋 不管他在还是不在 反正我在这个家 都无足轻重 你把他救出家里来做什么 咱们总得面对吧 何况上午他 我到医院去问了 夏洋出迟我之前 真的是怀孕了 你清醒点吧 这能说明什么呀 你不能因为你心里有亏 就自己骗自己他 我看哪 不清醒的是你才对 万一下洋肚里怀的是 小伯的孩子 阿伯你赶走了 咱们对得起儿子吗 行 我现在就去问清楚 等一下 别冲着 夏洋 咱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 不必等到孩子生出来 现在就可以做羊水穿刺 阿姨 我知道你们不信任我 等到孩子一出生 你们可以带他去做亲子鉴定 但是现在绝对不行 哪怕是一点伤害 对孩子的都不行 很会说漂亮话吗 既然你说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了 小伯有多高有多重 穿多大马的鞋子 我 我不太确定 还有必要问下去吗 阿姨 我真的是张伯的女朋友 我发誓 夏洋嘛 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虽然呢 你们是背着父母谈恋爱 但是 两个人的合影啊 总该有啊 合影都在我手机里边 不是我那天 我手机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那么你的朋友 或者张伯的朋友 有知道这些事了吗 我不认识他的朋友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和张伯请他吃过饭的 你的朋友当然向着你了 阿姨 我没有说话 我没有想到叔叔阿姨 这么不信任我 如果张伯在的话 他肯定会伤心的 不许你替我儿子 我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呢 我问你 是不是你让张伯开车送你的 不是因为你 他根本不会死 叔叔阿姨 打扰了 等一下 我相信他 我相信夏洋